全球遭遇突变 每个国家需要选用本国的历史人物进行国运对决 可华夏人在一夜之间几乎完全忘却了所有历史名人 选的都是一帮废物进行PK 个人战中高卢选拿破仑 华夏竟用零零上将行道戎 结果被虐成了马 军团战放着白起不用 选他们大名战神李锦龙 最后自然被打成了傻逼 作为唯一记得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你 气不打一处来 真的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你们确定上去比赛的不是汉奸 如今华夏屡战屡败 土地都割让的差不多了 最后一场要是再失败 地球上将再无华夏 而你作为全国人民的希望 走上了国运擂台 与你对战的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樱花人 书读上下几十年历史 这下围观直播的群众不淡定了 对方一看就是老历史学家 而我们则是个矛头小子 难道天要往我华夏吗 就在这时擂台决战开始 双方面前各自出现三张卡牌 分别是无双上将潘凤 抗金鸣将岳飞 以及一位谁都不认识的银枪小将 顿时直播间弹幕出奇的统一 选潘凤 选潘凤 这把稳如老狗 幸亏你懂历史 没听那帮弱智的建议 想都没想直接选择了那位银枪小将 与此同时 樱花那边也选择完毕 正是号称枪之伴藏的杜鞭寿钢 这一刻观看直播的人直接脑溢血 连华夏高层也贵了 这货在历史考试中作弊的吧 怎么能如此儿戏 就在这时 场上想起了你对银枪小将的介绍 一篇赤弹 平乱式 手中长枪 定江山 有请镇东将军 赵云 赵子龙 话音一落 一位白马银将 陷于擂台之上 手持龙弹枪 跨其赵叶玉狮子 正是三国五虎上将之一 常山赵子龙视野 见此情形 樱花老头根本没把赵云放入眼中 因为根据他的回忆 对方在历史上 诺默无闻 只有潦草记载着 跟随过公孙赞 但并未受到重用 未受重用 那就是废物 什么镇东将军 口嗨罢了 很快比武即将开始 你吩咐赵云 让樱花人见识下 咱们华夏五千年里的真正底蕴 闻言赵云拱手道 就他 还不如诸然高揽之流 三招之内 必取其相上人头 此话一出 渡边手刚怒了 边说边刺出长枪 下一瞬 赵云动了 一点寒芒先到 随后枪出如龙 那渡边手刚还没反应过来 人手毅然分离 华夏胜 此时此刻 观战的群众傻眼了 华夏高层懵了 卧槽 赢了 快去查查这赵云到底是谁 为何史书上完全没有记载 这时国运擂台 响起冰冷的机械声 胜者可选择收回领土 或者提升国家灵气等级 你想都没想 选择收回领土 华夏完整主权 必不能侵犯 接下来几场对决中 樱花老头选出的武将 被赵云一枪一个 虽然屡战屡败 但樱花人却屡败屡战 因为他们认为 华夏就一个赵云 车轮战累死他 照样能赢回来土地 而你也看出对方的意图 决定一波吓死他们 在下一场战斗中 你选择了更换武将 挑选了一位三姓家奴之人 看到华夏高层都疯了 继续用赵云啊 一招先吃遍天不懂吗 瞧瞧那三姓家奴 看称号就知道是个废物 微观群众也觉得这次晚了 失去赵云仿佛失去了天 因为对方本次出场的 是樱花国最强用剑之人 卓卓木小四郎 史书记载 此人曾斩杀过 号称西方的海神 摩塞东 听完樱花人的介绍后 华夏集体陷入自闭 直接王渣 那还玩个卯啊 果然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即使是赵将军 也未必能赢吧 就在这时 擂台周围响起 敲锣雷鼓之声 伴随着阵阵轰鸣 一位壮汉 骑着赤红色马匹 从虚空中飞奔而出 同时场上一响起 你对他的介绍 传说马中赤兔 人中吕布 三国第一猛将 吕凤仙 盘上 他能打能扛 有空又回复 闪现代收割 飞班必选 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情况下 只见吕布翻身下马 手臂一盏 方天画脊 从空中坠落 嘴里吐出一口浊气 指着左左目道 就凭你这样的砸碎 也配跟我打 全球突变 每个国家需要选择历史人物 进行对决 可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 几乎一夜消失 以至于在单挑 国战 混战 样样被碾压 而你是作为唯一一个 记得历史之人 在危难时刻 带领华夏连战连胜 灭掉了樱花 如今来到泡菜国的智斗 对方选出匪夷所思的孔子 让你百思不得其解 啥时候孔子变胖子了 但当看到手中的武装卡牌时 你笑了 诸葛亮 司马仪 国家 老子 鬼谷子 我就喜欢用大炮 打蚊子 很快 那台战开始 泡菜国的孔子 悠然走上场 论智斗 他还没怕过谁 没曾想 华夏那边人未出 生鲜想 杂种 我泱泱华夏 是容不下你吗 竟敢叛国还跑去吃泡菜 见过过小脚的 没见过过小脑的 此话一出 孔子懵了 阁下何许人也 大家都是读书人 素质当排第一位 你为何出口成章 话音一落 只见光目中走出一人 手持雨扇 头戴观金 身披喝唱 神态儒雅 正是有着卧龙之称的诸葛孔明 酱嘴 你在狗叫什么 你在狗叫什么 老夫名唤诸葛孔明 你居然叫孔子 是想当我儿子 就你那汉奸像 还不配当我孙子 一句句 气死人不偿命的话 把泡菜孔子都快企图写了 喜 喜吧 你怎么能如此没素质 往为一代 话还没说完 孔子就被诸葛亮直接反对 滚吧 杂种 老子什么时候说自己有素质了 你以为自己是杂交水道 受全世界爱戴吗 如今国难当头 你抛弃故土 助纣为虐 一条断己之犬 还敢在我面前狂吠 我从未见过如此 吼颜无耻之人 在诸葛亮的一顿输出下 浩菜孔子的血压 无限上升 即将要止不住时 漂不成打出一张特殊卡 可以召唤他国名将助威 强制改成国战 而付出的代价 则是失败 惩罚提升十倍 随着传送门的亮起 花夏中高层 无不陷入绝望 竟然是漂亮国的迈克阿瑟 他可是有一支 现代化的军队在手 七步之外枪快 七步之内枪又快又准 咱手上这帮古代人怎么打 就算吕布赵云联手 也是一梭子的事 可面对如此绝境 你依旧表现得十分淡定 随手拍出一张特殊卡 脸上更是露出崇敬之色 谁敢横刀立马 为我彭大将军 果不其然 传送门里走出的 赫然是华夏元帅彭大将军 别看他带领的士兵不咋地 但作战韧性极强 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在全球直播的画面中 迈克阿瑟率领的军团 像一团饺子线 被逐渐包了起来 如同秋风扫落叶般 解决了泡菜与漂亮国的联军 很快冰冷的机械声宣布奖励 华夏国土面积再次扩大 但随之而来的 则是世界各国的发难 为了抑制华夏的快速发展 他们联手使用强制混战卡 也就是每个国家选择一名历史人物 在擂台之中进行混战 很明显这根本不是混战 而是一场针对华夏的歼灭战 所有民众都愤怒了 大骂世界各国不要脸 可这也没用 强制混战马上开启 各国代表纷纷亮出自己的底牌 拿破仑 亚历山大 斯巴达 圣女征德等 每一位都是历史中战功赫赫之人 又甚至更是著名帝王 完了 这下真的BBQ了 华夏高层直接开摆 都准备关掉直播界面 迎接审判了 没曾想你看到手上的卡牌后 微微一笑 很是清晨 原来刚刚那个泡菜的 是冒牌货 真正的在这里 嘶啦一声 伴随着衣服撕破的声音 一名浑身健子肉 长得比犯马俑子郎 还俑的老头走了出来 对着各国民宿笑道 在下孔子 各位既来之则安之 旋即和善的脸色一变 既然来都来了 就好好安葬在这里吧 此话一出 全体华夏国人通通如内地震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孔子吗 怎么像个恐怖分子啊 啊 啊